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淡宅岛中的小黑屋 非常的诡异 在它正前方 有一个紫色传送门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淡宅岛中 小黑屋不止一个 共计有三个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三个小黑屋 它都在哪里吗 众所周知 淡宅岛中的第一个小黑屋 它的位置非常奇怪 它就在甜心小屋的身后 如果你在淡宅岛中 也进入过这个小黑屋 那么请点一个咋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小黑屋有一个特点 它可以用来关淡宅 当我们把淡宅踢进去以后 它就会进入小黑屋中 永远的丧失自由 根据这个特点 我和学姐找到了 另外两个小黑屋 第二个小黑屋 它就在太空乐园里面 小伙伴们 看到这个宇宙黑洞了吗 它就是第二个小黑屋的入口 让我使用淡宅 敲进这个黑洞时 我就来到了第二个小黑屋 它和第一个小黑屋 长得一模一样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宅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找到了第三个小黑屋 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 找到了第三个小黑屋 它就在 唤星医生的身后 唤星屋中 当我们淡宅 走进唤星屋时 你就会发现 里面像第一个小黑屋一样 关了非常多淡宅 有三只眼睛的 有闭着眼睛的 有红色淡宅 有红色淡宅 有绿色淡宅 所以说在淡宅岛中 小黑屋不只有一个 它共计有三个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